你觉得足球有绝对水平吗 有绝对水平 决定水平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期某一段 有这么几个人 就像当时我们接触世界杯的时候 你看第十届世界杯 那时候阿根廷出肯佩斯 巴西贝利 荷兰克鲁伊夫 德国的贝根波尔等等 他特定的时间总有这么几个人 说白了是足球场上 他不会褪色的 你叫梅西去做个马拉钓 那时候动个坑 他们有些球要比较清楚 可能有些球要比较好 那速度可能是他们的优势 包括克鲁伊夫 他打在右里 你说这个右里的球员出了多少 但他这个右里的球员是绝对的 唱歌是一定有绝对水平 这不是说今天来了一堆选校的女歌手 说他唱的会不会有王菲好 他真的没唱的没王菲好 麦克尔杰克逊 换到今天依然是伟大的 还是没人能够 我说我们不看你 我就在听 你一个原来郑军一个 写不出来这种东西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球员碰到了田老板 后面不会有人超过他 不会的 你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北京报案的时候 包括马拉多纳贝利 他很多这个球 说白了他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好 好 是的